乌军无人机宛如喷火龙一样 朝下方的树林狂喷烈焰 试图将俄军逼出藏身的树林 当俄军回到原本驻扎的营区后 眼前看到的一切只剩下被烧毁的废墟 乌克兰新研发出名为Jakaris的喷火无人机 能够喷萨高达摄氏2400度的铝热剂 这种物质通常用于焊接铁路等失误 但用在军事方面威力相当惊人 至于在Kuska的行动 又有一座富桥遭乌军炸毁 但俄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用FAB炸弹还以颜色 阻挡充乌克兰军队继续往前推进 同时持续对乌克兰全国发动大规模空袭 乌克兰总统在罗斯基说 很快就可能会收到 意大利提供的防空系统 而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还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 然而当美国CIA局长伯恩斯 跟英国MI6局长摩尔会晤时 却发出警讯 甚至还传出伊朗首次向俄罗斯运送 又于乌国战场上的弹道飞弹 恐怕这两国正在加大军事合作 来对抗西方世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